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发生在沈阳康平的凶杀案 这起案件呢 跟一般的凶杀案呢 还是有不同之处 到底哪不一样 哎 您往下听 在沈阳康平 有一个70年出生的人 这人呢 叫陈景吉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不上学了 后来呢 到了参军年龄了 就去当兵了 1991年 复原回家 这时候满打满算 21岁 回去之后 这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所以就在同一年 经别人介绍 就结了婚了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人们总有个说法啊 成家立业 你光成家不行啊 你得养家呀 你得找工作呀 他呢 就在城郊 找了一份工作 因为离家远 所以平时一两个月 才回家一次 虽然日子过得挺辛苦 但也算是安安稳稳的 一直到了2000年9月2号 可出了事了 这一天呢 陈景吉回家 正好在路上碰见一熟人 熟人呢 就跟陈景吉说 景吉啊 哎呀 这这事我也不知道跟你说合适不合适啊 但我总感觉瞒着你也不好 反正大伙都说你老婆陈淑珍哪 有情况了 陈景吉一听可就急了呗 这怎么着啊 我在外边天天忙死忙活 你在家里边还给我戴绿帽子呀 啊 这合适吗 所以一进了家门就盘问起了自己的妻子陈淑珍 陈淑珍呢 一开始啊 也不承认 但问来问去 他知道也瞒不住了 因为确实乡里相亲的也都传开了 他就说了 景吉啊 是 我干了对不起你的事了 那男的是谁啊 傅建军 傅建军 整天的纠缠着我 他说我要是不答应他呀 就杀了我们全家 景吉啊 我也不想离开你 我也不想离开孩子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不想和他来往 我不想拆散咱们这个家呀 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 别让他纠缠我了呀 陈景吉一听 这要是别的男的还好说 可是这个男人是傅建军 傅建军在当地那可了不得 那是出了名的恶霸 傅建军呢 其实并不是康平人 他是齐齐哈尔 龙江县管厚乡人 他在老家呀 又有妻子又有孩子 自己一个人呢 在康平这边 他在当地的蔬菜市场 那是一霸 咱们前一段时间 不是刚讲了菜霸案吗 这个傅建军 基本上就也属于 这一门类里边的 他呢 非常的蛮横 一言不合 那就动手打人 陈景吉别看当过兵 但他本人呢 是胆小怕事那一类的 一说是傅建军 他可犯了仇了 他可不敢上门找麻烦呢 去了之后 让傅建军打一顿 那怎么办呢 于是啊 妻子陈淑珍就跟他说 景吉 要不咱们搬家吧 陈景吉一听 搬家 哪那么好搬呢 我们好不容易 有这么一个家 搬走了去哪住去呀 拿什么盖房子 拿什么买房子呀 所以呢 陈淑珍这一听啊 也就没滋生 确实搬家不容易 陈景吉 在那一根烟 接着一根烟 纠结了半天 这才说 下回啊 他再来了 你别开门 否则 要是再有这种事情 我就打死你 陈淑珍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其实啊 说回来 陈淑珍 没有完完全全的 跟陈景吉 说实话 陈淑珍和 傅建军之间 其实已经有了感情了 平时陈景吉不在家 陈淑珍在家里边呢 也寂寞 傅建军呢 没事就过来呢 帮着陈淑珍 干干家务活 又能干 又会体贴陈淑珍 再加上 陈淑珍家呢 也种点蔬菜 平时啊 娘俩的生活 就靠卖菜的这点钱 这傅建军他不是菜爸吗 他不是收蔬菜的吗 收陈淑珍家蔬菜的价格 就比收别人家的价格 要高出去一大截子 不过陈淑珍这心里边呢 他也拧巴 一方面跟傅建军有感情 不想跟傅建军就此一刀两断 另一方面也舍不得家庭 也舍不得孩子 陈景吉 别看没多大出息 但对自己啊 那还真是不错 陈景吉呢 在家里待上了一两天 又该回去上班去了 可临走之前呢 心里还是不踏实 就找邻居去了 我说兄弟 我媳妇的事呢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 这么着 你替我盯着点 如果发现傅建军 又到我家来了 赶紧告诉我 邻居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行啊 景吉 你放心吧 我给你看着 出不了什么大事 陈景吉交代完了 就上班去了 一直到了10月8号 陈景吉啊 哎 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 又回家来了 这一天晚上 到家门口之前 先到了邻居家 兄弟 附建军最近来过吗 哎呀 呃 这个 这个那什么 那什么 兄弟没事 有什么事 你直接跟我说 来过 陈景吉一听 也没有跟这邻居啊 多废话 直接就进了家门 见着陈淑珍 二话没说 扬起手来 啪就一个大耳光 就打过去了 说吧 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附建军再来了 不许给他开门 他怎么又来了呢 景吉啊 他不许我跟他断 他说 我要是跟他断了 他就杀了我 杀了我们全家 他真是这么说的 嗯 行啊 既然他想杀咱们 那咱们就先杀了他 把这事 彻底解决了 景吉 他人高马大的 怎么杀呀 陈景吉 又不说话了 又是掏出烟来 一根续着一根 这时候 他在脑子里边 就开始酝酿着杀人计划 抽了半天的烟 这计划总算成型了 砰砰砰 把这计划 跟陈淑珍一说 大致呢 就是让陈淑珍呢 把傅建军引诱到家 然后把傅建军给杀了 让谁杀呢 让陈淑珍动手 陈淑珍一听 景吉 杀人犯法呀 再者说了 他那么厉害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陈淑珍 这事你可不许推脱啊 你惹的事 你自己解决 到时候只要傅建军 一进屋子 你立马拿刀就扎他 杀这种流氓恶霸 顶多盼上三年 你放心吧 没事 到时候我在门口 不行 我进去帮你 说完之后 这两口子心里边 谁也踏实不下来 这一宿啊 可都没睡觉 到了第二天傍晚 傅建军的电话 主动打过来了 宝贝 怎么着呀 今天晚上啊 我去你家呀 咱俩 潇洒潇洒 陈淑珍一接着电话 明显就犹豫了 他呀 想着推辞 可是 这时候陈景吉 在旁边一瞪眼 陈淑珍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这傅建军呢 果然来了 这一进屋 可没开灯 傅建军这心里边啊 还在那窃喜呢 嘿 看我这宝贝 肯定是脱了衣服 床上等着我呢呀 我来喽 刚往屋里走了两步 就听见大门 咔嚓一声 可就关上了 那么陈淑珍现在在哪呢 就在屋子里边呢 手里呀 拿着一把蒙古刀 但是呢 他太紧张了 所以一直没有下手 这时候 傅建军也看见陈淑珍了 换上拖鞋 就想一把搂住陈淑珍 就该去屋里亲热了 照理说 傅建军黑灯瞎火 这边一搂 陈淑珍拿刀要是捅他 那是轻而易举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陈淑珍呢 改了主意了 建军 你快跑 从后窗跳出去 陈静吉 要杀了你 啊 为什么呀 就在说话的时候 这傅建军呢 手正好就摸到了陈淑珍的手 就发现他手里 拿着一把刀 这可把傅建军吓了一跳 赶紧就到了窗户边上 就准备跑 陈景吉就守在门口 听着呢呀 一听俩人里边支支吾吾 然后 这个傅建军又来了一句 为什么就听见 汤汤汤的一阵动静 他发现不对劲了 在外边就喊了一声 陈淑珍 就这么一喊 把陈淑珍吓了一哆嗦 哎呀 这怎么办 一边是我心爱的男人 我对他下不去手啊 另一边是我的丈夫 他是非让我杀了傅建军呢 于是呢 陈淑珍呢 又一次改变主意 上去就拽住了傅建军 那么这傅建军能顺利的逃跑吗 接下来又会有什么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傅建军打算到窗户那就跳出去了 可这时候啊 陈景吉在外边大喊一声 陈淑珍 陈淑珍一听浑身吓得一哆嗦 一下子上去又给拽住了傅建军 傅建军呢 当时也急了眼了 也慌了神了 把陈淑珍手里这蒙古刀可就夺下来了 连捅了陈淑珍三刀 陈淑珍呢 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了 陈景吉在外边听见惨叫声 赶紧开门进屋 见傅建军呢 在那拿着刀子 哎呦 把陈景吉自己啊 吓得够呛 陈景吉呢 其实手上也有一把刀 他呀 赶紧也撑出刀来 然后就跟傅建军说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这傅建军呢 因为一看捅了人了 也没有心思再跟陈景吉周旋了 一看陈景吉浑身哆嗦的跟筛糠似的 得了吧 于是就跟陈景吉说 你要想让我不杀你 那你也别追我 好的 你可 别反悔啊 这陈景吉 现在啊 也不想杀傅建军了 他也没工夫看看陈淑珍到底怎么样 只要傅建军不统自己 什么都好商量 于是就答应傅建军了 傅建军呢 从窗户那跳出去 就跑了 嘿 这俩人呢 是谁也没管陈淑珍的死活 陈景吉没拦着傅建军 估摸着傅建军已经跑远了之后 这才敢捏手捏脚的把灯给打开 再看地上的陈淑珍吧 早就死了 于是赶紧就报了案了 县公安局的人呢 很快就过来了 陈景吉呢 就交代 说我爱人陈淑珍 是让傅建军给杀害的 那傅建军呢 哎呀 傅建军呢 当时看我太勇敢了啊 他不敢跟我搏斗 他吓跑了 除此之外 陈景吉可没提自己 跟媳妇预谋 想杀傅建军的事 接下来 康平县公安局 迅速抓捕逃犯 傅建军呢 当时是穿着拖鞋啊 出去之后 着急忙慌的 跑到了康平县张强镇 坐了一班早班车 到了张武 张武呢 又到了通化 从通化又到了中俄边界 在这儿啊 有一个他过去认识的老牧民 收留了他 他在这儿呢 一待可就待下来了 警方啊 是苦苦寻找 始终没有查到傅建军的踪迹 转眼到了2004年了 这一年夏天 傅建军感觉风声该过去了 就想着回齐齐哈尔老家 跟妻子孩子团聚 可是一回去 发现妻子啊 已经改嫁了 原来当年妻子 听说傅建军在外边搞女人啊 还一不小心杀了人了 一气之下 也不带孩子 自己就改嫁了 孩子呢 就留给了傅建军的爸妈 傅建军回去之后 得了 也别东奔西跑了 就在老家吧 找了一个荒坡上 开辟了200亩地 种点东西 这日子呀 也就算过下来了 2006年秋天的时候 有一次啊 他差点被人认出来是傅建军 于是这200亩荒地也不要了 在这之后呢 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大连打工 他就想着得了吧 我跟儿子一块打工去吧 俩人干的呢 就是那种零散活 有活就干 没活就散啊 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傅建军带着自己的儿子 那是吃喝嫖赌 什么都干 这收入啊 全用到挥霍浪费上了 你想这儿子跟着他 还能学得了好啊 警方的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放弃找寻他 2013年10月份的时候 康平县公安局啊 通过公安部全国的网上追逃系统就发现 这傅建军的儿子是大连市的赞助人口 于是康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的队长 于洪旭于队就赶紧带着人去了大连 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 在那是手朱带兔了三天 终于把傅建军给抓到了 傅建军被抓之后啊 那是如是重负 他交代的时候说了 把我抓了 我也感觉轻松了 13年了 天天感觉像坐牢 哪怕现在枪毙我 我也得喘口气啊 那么 这傅建军是被抓了 那边陈景吉呢 陈景吉啊 咱们大伙都知道了 胆小怕事 他逼迫自己的妻子杀害情夫 结果没想到妻子反被情夫杀害 又因为胆子小放走了凶手 他一直是非常的悔恨 可是他不敢表露这些心情 警方曾经呢也怀疑过他 因为他进屋子的时间太巧了 但是陈景吉人就一口咬定 我呀 晚上回家 发现呢 我媳妇跟别的男人优惠 我可没参与杀人啊 后来傅建军再逃 陈淑珍死了 那这家伙死无对证啊 没办法 警方呢 你也抓不了陈景吉 这事也就只能这样 陈景吉这些年是提心吊胆 他呀 不想着让警察找到傅建军 他怕傅建军被抓住 怕自己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每天就在那演戏呀 怕周围人发现真相 可是演技不行啊 警方还是怀疑他呀 当时媳妇被杀了 自己一点不悲伤 讲述过程的时候吞吞吐吐 后来呀 他八岁的女儿天天跟他要妈妈 可是这陈景吉呢 丝毫不关注傅建军的下落 报完案之后再也没扫听过 没问过 不关注案件的进展 邻居们一问这事 一关心关心他 他都回避 这一系列都证明他很可疑呀 2003年夏天的时候 他呀 为了赶紧从这件事里面摆脱出来 又娶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姓赵 这赵女士啊 前夫呢 因病去世了 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就嫁给陈景吉了 嫁给陈景吉之后呢 俩人呢 就又生了一个儿子 陈景吉娶了媳妇 那是白酒席 喝喜酒 在喜宴上的时候 大家呢也都挺纳闷 照理说娶个媳妇啊 挺高兴的事 可陈景吉喝着喝着 自己可就哭起来了 事情啊 过去了几年了 他呢 也算是儿女双全 天天呢 还是跟往常似的那样上班 感觉挺好 但后来陈景吉说 其实啊 他这心里边是无比的忐忑 就怕傅建军被抓 一旦被抓 自己蓄意谋杀 故意放过凶手的事 这就暴露了 现在的幸福生活 那就没有了呀 傅建军被抓捕之后 警方根据他的口供 还有陈景吉的疑点 于是判断出来 陈景吉这是谋杀未遂 他必须因为蓄意谋杀 而受到法律的严惩 2013年10月10号晚上 民警就找到了陈景吉 去了之后开门见山 陈景吉 傅建军已经被抓到了 请你配合一下 是吗 太好了 哪抓的呀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民警看出来了 陈景吉的眼神很慌乱 随后啊 陈景吉跟着民警走出家门 民警掏出来手铐 戴上 陈景吉这时候浑身哆嗦呀 在那故意问哪 我老婆被杀了 我也是受害人的 抓我干什么呀 陈景吉 你装什么糊涂啊 在审讯室里 民警拿出了当年的物证 也就是那把蒙古刀 陈景吉 这把刀是你的吗 陈景吉一看 可就傻了眼了 他知道赖不过去了 是我的 你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笑话 怎么可能呢 我杀我老婆 你看清楚 到底是谁杀的 是傅建军杀的呀 随后民警盯着陈景吉的眼睛 杀人方案是你设计的 凶手是你放走的 你想借你老婆的手杀了傅建军 可没想到被傅建军反杀 你啊 恨他们两个人 无论谁死 你都很高兴 你这是借刀杀人 陈景吉 在前两次审讯过程之中 还是百般抵赖啊 他把罪责都推给了陈书珍了 不是我要杀傅建军 是陈书珍要杀他 陈书珍 这被他给糟蹋了啊 所以他怀恨在心 到第三次的时候 陈景吉啊 还是老实交代了 他说呀 我是恨他们两个 邻居们都知道这事 我为了男人的面子 他们两个死哪个我都高兴 最终陈景吉因为蓄意杀人 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同时他也因为之前没有投案自首 并且在审理过程之中拒不认罪 所以他也没有任何能够减轻刑罚的情节 最终一段孽缘把这三个人可全搭进去了 其实啊 还远远不止这些 这两个家庭背后的老人孩子们 在他们这一生之中 还要替他们背负着太多太多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这一生之后